光这几年来,13年来已经有25万年轻朋友到海外度假的 去最多的地方就是澳洲 二十万五千多人 澳洲因为没有名额的限制,而且它的源门槛最低 它就是做这个涂灾厂帮忙包装,或者是超市帮忙包装 或者是打青菜采水果 所以它不需要跟这些植物动物对话 它不太需要英文 可是我在伦敦六年七个月 我自己也是负责度假打工的 所以我每次有时候陪我太太去逛街 她去逛她的景点,我去做我的田野调查 我就去名店街,那个名店里面 Burberry, Prada,我是看什么 什么Twitter,那个什么 卖茶叶的很多店 我就去看看有没有台湾的年轻朋友在那边 我就跟他哈拉一下,说我是谁 你这边工作怎么样 然后有没有学会需要代表出帮忙的 那我觉得他们都很独立 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平台 像是他们有自己的社群媒体 他们可以分享彼此的资讯 哪里住房子好,哪一个雇主不好 这些他们都可以彼此分享 所以其实他们蛮独立的 但是即便是这样子,我们希望说 政府能够多办一点角色 让小朋友知道说 其实政府是很关心他们的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 外交部,大家对外交工作大概无感 我想你们大概没有人去过外交部吧 没有,好 我有一个原则,好不好 我讲到什么你们觉得有兴趣 想要多知道一点 因为我可能 我的嘴,我的脑筋动得 脑筋动得比嘴巴快吧 或者是有时候 讲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开枝散叶的 你们不见得会按照我原来讲 要找的脑筋去讲 你们如果觉得有兴趣的 或者有疑问的 随时打断我没有关系 好不好 就按照你们的脑筋 我就跟着大家的步伐 好,来,你们来引导我讲什么 这样子,好 那我今天准备了很多的资料 其实我这个里面 大概有几万张照片吧 都是我过去 我其实丢掉了大概五六万张 我刚去英国前两年的照片 大概都没有了 那过去几年 因为没有数位相机 所以我的照片都是直等的 那这个最近十年 开始有数位相机以后 还有手机 我就比较方便 可以储存我的照片 但是都没有时间整理 所以我今天 只是把很 怎么讲 我今天来 最主要是用我的 个人一些小小的 这个生活的经验 跟我从乡下到都市 从一个家里的养猪小孩 一直到纽约到伦敦 然后一直到联合国工作 做联合国案的业务 然后一直到伦敦 我经常跑英国外交部 跑英国的国会 像走厨房一样 那我是觉得 我这样的一个经验 也许微不足道 但是我觉得 我希望透过这个过程 跟大家分享一下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 年轻朋友 台湾现在的整个就业环境 各方面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特别鼓励 年轻朋友不要自我设限 应该要勇于挑战自己 也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那我刚刚跟各位提到 我昨天搭车的时候 我坐到丘吉尔 英国首相丘吉尔开的计程车 那个司机就叫丘吉尔 那丘吉尔对我来讲 我是外交CPA 对外交对我们 对国家的认同很强烈的 这样的一个外交人员来讲 丘吉尔在二战的时候 对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那时候在大陆国民政府时代 其实是又爱又恨 情感上我们是很痛恨他的 因为他是给我们穿很多小鞋 那时候对日抗战 他为了他的整个战略布局 他甚至阻挡美国给我们的军援 那不想在东部开战场 那希望把精力集中在欧洲战场 一直到日军侵犯了马来亚 把马来半岛到菲律宾新加坡之后 他觉得他的后院要着火 他才慢慢透过美国罗斯福总统 慢慢他的劝导他的游说 才慢慢在这个战略的物资上面 还有一些相关的策略上 跟我们有点某种程度的结合 因为他怕亚洲这边日本战线 一打通的话 一往这个所谓的印度半 印度这边南亚方向走 德军那边在欧陆的话 一路往巴尔干前进的话 到时候他会两股势力河流 虽然那时候莫索里尼 意大利的政府莫索里尼已经倒台 但是他很怕纳粹政府跟日本 军国政府两个河流之后 整个从欧洲一路到中亚 一路到这个印度半岛 一路到亚洲这边 甚至南太平洋 整个都变成半壁江山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他很担心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同时他希望把第一时间把精力 所有的战略物资 人力通通摆在欧洲战场 他不愿分散他的注意力 拨一部分的军事物资和人员 注意力给蒋介石政权 所以情感上我是很不喜欢他的 可是我在英国工作六年七个月 加上以前在牛津大学念书一年 我对邱吉尔发生很大的兴趣 我有一点点不能说研究 但是有一点点涉猎 所以我理智上我是很敬佩这个人 也因为他有先知灼见 在国会里面告诉他的同僚 告诉西方政权说 纳粹政府这个德国政府 他是一个军国主义 他的幽灵会出现 从一次大战到现在 可是没有人听他 但是说大家还是顾喜主义 1941年以前大家都还是顾喜主义 相信希特勒讲的那套 那套逻辑 后来果不其然 这个张伯伦政府顾喜主义 才签的那个合约 纸墨还没干 墨基还没干 这个 希特勒就侵占了 这个波兰 苏德台区 然后呢 一直军队往西拉 跨过比利时的法国边界 荷兰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前阵子有个 登科尔克大车退的电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那个地方 我也去看过 那个登科尔克大车退的 那个英国 英吉利海峡 叫 我本来准备了一二十首歌 要给大家听 其中有一首 这些歌是引领我走入国际接轨的很重要 我还没念书就开始听英文歌 好 其中一首歌就是 White Cliff 英国在英吉利海峡 跟法国对面的英吉利海峡 有一个山崖式的白色的 白俄罗 白基那个山 山壁是白色的 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这个 那个地方叫White Cliff 就是白色的悬崖 那有一个Custle 那个是十四世纪吧 那后来拿破仑1805年战役的时候 英军跟拿破仑打仗的时候 特拉法加战役 就是透过那个做指挥部 那个堡垒 那个城墙 后来甚至在二战的时候 这个堡垒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担任了所谓的 登科尔克撤退33万军民 盟军4万多5万人 英军有28万29万 短短在十天里面撤退 这个就像我们的三国制里面讲的 诸葛亮借东风 靠着怎么赤壁之战 也都是靠天气的帮助 所以这个老天爷冥冥之中 老天有眼帮助了英国撤退 保留了英国 防卫他们本土的最后一线生机 因为他们所有的战略物资 都已经丢弃在欧陆上面了 那个马其诺防线一毁掉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还要保有这批二十几万的军人 还有五万多的盟军 特别是法国军队 还有一点河南比利时军队 那有这批人的话 基本上就能够相当能力的 能够抵抗希特勒的第二波的攻击 因为那时候整个欧洲 已经